好 我再带出来一点 向驾驶员握手致意 交通部常务次长齐文中 一大早来到台铁视察 因为普悠玛泰鲁阁列车 双驾驶正式上路 驾驶员在一旁协助司机员 但这样的双人乘务作业 可是让长期人力不足的台铁很头痛 一般来说普悠玛泰鲁阁列车 平日一天得跑50列次 假日则是56列次 预计平日会增加57位机车助理 假日则是加派62位 人力成本平日多了12万5400元 假日则多出了13万6400元 这一次的恢复双乘坐 首先是针对倾斜式列车 我们这次主要有228位 都是学习司机员 他们的资格比机务员更高 所以我想这个处理花冬的 这个行列式列车是足够的 再度挂保证人力上绝对没有问题 强调其他车种是否效法双驾驶 有待评估 但一般司机员和机车助理 可是差很多 机车助理仅能够协助司机员 确认耗制排除故障 这样的双驾驶真的有效吗 机务员跟司机员的差别 只是说他不能够对刹车 跟电力去做操作 那其他其实大致上都相同 学习司机员就是说 他已经具备完全司机员的 一些基本训练 那只是要实际增加他的经验 而且这些人应该在明年一月之后 也会陆续投入正式的司机员的工作 再三重申没问题 依目前台铁来看 已经有228名合格机车助理 但这样的资历 民众真的能安心吗 还有待考验 政府在考量前瞻前 得先让老字号的台铁 除弊心力 才有办法换回民众信心 欢迎训练苏宏杰 李嘉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